咱们咱们 台式卤肉饭 哇 一饭一菜一汤 台式卤肉饭 形台的台吗 还是台湾的台啊 来吧 打开尝一尝 这个还没加热 还没做熟呢 就尝一尝 先检查一下里面的内容啊 先检查一下食材 一个字热米水包 一个没名字的水包 一个米包 哇 下面是什么呀 这是一包台式卤肉 台式卤肉 上面写的什么呀 10cc 台式卤肉10cc的 10cc 这么点 这是一个什么呀 哦 这是汤包 这是汤包 一饼勺子 一个发热包 好的 打开发热包 放入澡盆 先把这个洗澡水给热一下 然后把它收起来 加入米饭 这个米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它肯定是提前加工过的 但是它是应该怎么加工的 会不会是用空气炸锅先炸一下 还是怎么弄啊 它这米明显看着好像有点那种糟米似的 其实应该不是糟米 就是它怎么加工的 把它给加工了一下 这样的话就是说用水 让它那么糟一点 用水也可以把它充分的给它泡开 泡熟 看看汤包 这个汤包我依稀的可以猜到 青菜胡萝卜鸡蛋汤 这个是汤 对 没错 这个是菜 排式卤肉 蚝油的味道好重 有点那种百年老店的小餐馆厨房的味道 那种油烟的味道 加入它自带的一氧化二氢 有小简简嘛 有小简简把它打开 这个是米饭的水 好的 加入这个做汤用的水 这两种水应该是一样的 全部倒进去 好的 哇 关键的时候来了 没听说那句话吗 三分靠技术 七分靠火候 起锅烧油 我的盖子呢 而不是它的盖子 这个喝饭的盖子 不是我的盖子 我可没有盖子 好的 把他们等待四处冒烟的 等待三个五分钟 一书一饭 当思来之不易 试一下 先试这个卤肉 这都是啥 葫芦 香菇 发甜 甜口的 试试这个米饭 哇 这个米是真的好吃啊 我是真的喜欢 就这个米 不吃菜我也能吃一碗 有肉吗 没看见肉啊 好烫 烫死了 我是一点肉也没看见 诶 我的天哪 就这么一点肉 找了好几遍 是肉 来口汤 这个汤确实比较淡一点啊 但是可以 也不要太鲜 可以可以 来半一勺 来半勺肉 半勺菜 半勺米 半一勺 怎么样 宝子们 喜欢吗 喜欢就快点来找我吧 好 好